喂 喂 是乌业吗 你好 哪位 听说桑栋有了姓贵的女孩子刚离婚了 能不能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 怎么了 你想 一个女的刚离婚肯定心情很低落 她是需要人去陪伴和开导的 作为同小区的业主 远亲不如近邻 我愿意去陪伴和开导她 我帮不了你 你想 她要是情绪低落想不开 你负得了责吗 你们怎么那么能选呢 不好意思吗 你是不是真的不开窍 其实我也是单身的 我是真的能够成功跟她在一起 我愿意给你五十块钱好处费 老话就这么讲 用餐一座庙不餐一庄婚 你不能当我的幸福啊 你还是自己去找吧 喂 那五十块钱太少了 喂 喂 赵小姐睡了吗 怎么了 今天风特别大 你要多注意身体 关你什么事 哎 情深深雨萌萌 在危爱上疏有棚 你到底想干嘛呀 我怕你跟她睡觉容易提被子 很容易感冒的 不用你操心 作为邻居 我愿意无条件去陪伴你 你有毛病吧 作为女朋友好不好 不行 我们不合适 瞧你的瓜不甜 但是解渴嘛 你真恶心 有人 那不勉强你 那你愿意帮我个小忙吗 可以啊 那你愿意借我十块钱吗 愿意 那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愿意啊 这可是你说的 不能反悔 你套路我 说坏算坏哦 你好坏哦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嘛 你恶不恶心啊 那我明天就找你哦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浪费我感情 喂 喂 是猪小姐吗 干嘛 你是不是钱包掉了 是你捡到我钱包的吗 哦 对 我在小区的公厕 女厕所门口捡到的 谢谢你啊 谢什么 我因为说还给你 那你想怎么样吗 我看你的身份证上面 有个亲字 让我想起了 我在清华大学的日子 你还挺文化的嘛 哦 不 我在清华做过保安 我看你的头像 是我喜欢的类型 要不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就把身份证还给你怎么样 变态啊你 哎 相识就是缘分嘛 你去补办身份证 费时费力 我找女朋友费心费身 你做我女朋友 我把身份证还给你 咱俩不是双赢吗 我不好意思 我已经结婚了 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离婚 你有病吧 不要了 喂 哎 长得挺漂亮的 可惜嘛 还有你吗 哈哈哈